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盘小小回升来到15.75元 跌幅高达5.69% 而大盘涨多拉回差一点点失手8000点 从8114.44点持续开低走低 收盘大跌109.7点收在804.74点 让投资者短线上来不及有个心理上一个准备 不过基本上如果回挡到7500点也是合理的 台股连续受到牛肉瘦肉筋肌肉禽流感两大疫情袭击 股价重挫 投资人各个面部凝重 6号网品上市以及金融股法说会都将成为关注焦点 昨天新闻林东民 黄树人台北 开放不到